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了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是台灣邁向人權國家實踐公平正義的最後一旅路 但同時它更是啟動台灣的和解共生的第一旅路 台灣衛權體制歷經解嚴 解除暴禁 黨禁 七次修憲 六次總統直選 三次政黨輪替 整個民主的轉型已經成熟穩固 但唯有轉型正義這一項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的衛進之夜 是政治改革的遺珠 今天促轉條例順利立法完成 是繼新國會在第一會期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以及上週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設置條例之後 第三部重要的人權進步法案 感謝本院所有協助協商審議以及具備進步理念的同仁們 建構出更完備的法治基礎回應社會的期待 但也非常遺憾在促轉條例的公共討論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一再看到在野黨將神聖的轉型正義 不斷的污名化妖魔化 突然葬送了社會和解共生的寶貴機會 而這些社會將會公平 而歷史將會評價 轉型正義是一個框架性的立法 未來在進行調查 司法追究以及還原真相的過程 仍有其他的立法配套需要進行 這是新國會的歷史任務 時代使命 最後一塊政治改革的拼圖已經拼上 今天開始 相信過去的歷史不再是台灣分裂的禍因 而是寬容寬恕包容和解共生的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姚委員文治 姚委員文治